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沐陽 覺得很久沒有跟你們拍一集聊聊天的Q&A影片了 今天除了想跟你們更新我的近況 像是換工作還有對畢業季來臨所以說說話 或是很多極簡斷神裡買東西等等的話題都一起聊 我主要就分極簡相關和其他類別的問題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Q&A吧 首先先聊聊你們很好奇的換工作有沒有很夠意思 開頭直接切入你們最想要知道的話題 第一題是想知道沐陽為什麼離開上一個工作 上一份工作是一家電商公司的廣告跟影片剪輯 其實一路做起來都蠻順的 應該算是得心應手沒有什麼太大的挑戰 不過因為我上班剪廣告下班剪YouTube影片 除了都在看電腦很傷眼睛之外 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大幅度的提升我自己 其實評價廣告和宣傳市場上的需求一直都是那樣 當然可以做得很好玩 不過有沒有必要做到那個地步 也因為是中小型公司 所以能給我的資源其實很少 還有我們公司其實幾乎不會上班聊天或講話 一整天其實我講不到幾句話 那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更喜歡活潑輕鬆一點點的工作環境 所以就這樣選擇囉 之前說換工作請問是轉全職嗎 我在離職還有到下一個工作到職日之前 其實是有全職一陣子 一直都沒有跟大家說 是因為有很多很多的不確定性 沒有辦法給一個定論 不然如果突然說有變動我也很尷尬 我以前就有說過我很不想要做全職YouTuber嘛 就我好像蠻喜歡有同事的感覺 我也覺得職場經驗蠻重要的 就算是我們KOL自己接案 或是有經紀人一起奮鬥 我也覺得就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其實KOL自己是自己的老闆 我就感覺我一直是想要被僱用的那一個 以上就是現在的想法 未來會不會變我就不打包票了 嗯 想知道莫洋現在的工作還有未來會有什麼規劃 想問你的工作還有上下班時間 好最神秘的問題來了 我現在可以說是身兼多指 真的是很斜槓的那一種 自己當boss的話 除了是YouTuber之外 因為又有一個出版機會 然後繼續謝謝出版社的青睞 然後所以即將再次身兼作家 未來有消息的話會再跟你們說 說的主題很明顯吧 就是我的頻道現在只要是做什麼 嗯 再來是我最像正職的工作 但不是正職比較像是兼職 就是長期的合作夥伴 長期兼職這份工作 我之前因緣機會接觸到一個職業叫做整理師 相信你們應該有聽過靜藤馬里會對不對 協助到你家整理整頓啊 斷捨立配置物品的位置 從整你家的混沌讓你有更美好的生活 嗯 在台灣有相關的公司喔 現在我暫時是不想要碰片師和設計類的工作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為什麼可以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這蠻有得說的 我希望我接觸的所有工作 統整性和彼此相輔相成的力量可以更強 那做youtube之後發現自己正面影響和改變了很多人的想法和生活 就一直很想要繼續推極簡或是推簡單生活這一塊 雖然我的職務在這家公司不是整理師 我是他們的特派員 還沒有一個實際的職位名稱 跟這個公司合作可以協助讓這個領域被更多人知道 也更好的讓我自己整合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目前是超級喜歡這間公司的 老闆超年輕超好笑 然後大家都很有活力讚讚的 很喜歡這裡的工作氛圍啊 然後剛剛有問到上下班時間對不對 就是有要商討和執行的事情就去公司 沒有的時候就在家裡或咖啡廳工作 我覺得比較像是半全職的youtuber 跟半全職的上班族這樣講嗎 你們還有想要知道什麼就下面繼續問吧 我再講下去別的問題可能都不用回了 再來是跟極簡有關的問題 第一個是對於100%喜歡的東西 墨洋會囤貨嗎 如果他即將停產會囤更多嗎 我覺得這個要看他的耗損速度 假設他耗損很快的話 可能會多買一兩三或幾個這樣 但如果是耗損很慢 譬如說鞋子好比家店 那就沒關係 囤起來不穿他也容易壞 所以是不會囤 現在每個月大概會消費多少在衣服上 除了是因為有需要誰購買 不然基本上是0元 偶爾會有想要買東西的衝動嗎 吃跟消耗品除外 有 但是非常少 嗯 想知道墨洋會不停看購物網站嗎 幾乎不看了 就是已經沒有慾望再看任何新商品 就是大部分的時間是對於花花世界保持冷定的狀態 墨洋最近有添過什麼新物品嗎 所以我現在其實在看一個提示機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得出來 我現在在看著一個機器 就是手機加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螢幕 上面可以看到我的稿子 但是相機的鏡頭在這裡喔 這個鏡頭外面有字 可是你們看不到那個字 所以我是照著稿子唸 很酷吧 這一台機器是我在Amazon買一台 含運費6000左右的提示機 可以改善拍攝效率的問題 下一個是 我開始幾點之後衣服量變小 所以喜歡的衣服被穿的頻率變高 一下就洗壞了該怎麼辦 當然很喜歡的衣服被穿 壞要跟他告別是很賞心的事情 但其實衣服很多的時候 常常穿的應該也是那幾點吧 我自己轉換的念頭是 穿壞了也才有換新的機會 因為我們幾點買東西的次數變很少 所以要買東西的話會格外興奮 當然可能會花上一點時間找到喜歡的 但是那種滿足感會比以前還要高很多 我舉個例子就是很少出國的人 和常常出國的人相比 前者一定會更珍惜一切的體驗 因為更難能可貴 所以也更更更難忘這樣 衣服變少之後 每天會不會很難決定要穿什麼出門 因為怕被別人說好像沒有洗衣服 還是說其實是會更簡單 我必須說我自己衣服減少之後 帶來給我的輕鬆 是我以前從來都沒有想過的 我衣服多的時候 我會怕別人覺得我都穿一樣 所以會買更多 然後我現在衣服少 如果有人覺得我都穿一樣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說不定還會有人因為那幾件衣服 莫洋常常穿 然後更好的記得我 衣服少我 比較知道彼此之間可以怎麼搭配 我出門前幾乎都不用思考 只要看其他預報 知道多冷多熱就好了 是幾件主意 但還是想要收到的東西或是禮物 應該是想要問實體禮物 但除了我有東西要換 不然好像真的 就好像沒有 我覺得出去玩一玩 或是送我吃的 我比較開心 再來是跟重複穿搭找到穿衣風格有關的問題 如何找到自己的穿衣風格與色調 想知道莫洋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穿搭以及想要呈現的樣子 請問莫洋如何找出適合自己的穿衣風格 好我之後會出一集怎麼找風格的影片 我覺得這個蠻有得說的 我是重複穿搭的苦手 想要知道更多的搭配技巧 謝謝你 之後也會出重複穿搭技巧的影片 之後再跟大家細談 我覺得會重複穿搭真的比你會搭幾百套衣服都還要有成就感 因為你用最少的資源搭出最多的變化 厲害 有沒有固定在看的網牌 請問幾件後還會買哪些台灣網牌 推薦的衣服牌子或是店家 請問你平常衣服有固定買什麼牌子嗎 覺得CP值高耐穿的衣服品牌 想知道平時買衣服都買哪幾個牌子 想問你平時都去哪裡買衣服呢 你的衣服都好好看 而且感覺很舒服 真的覺得我需要跟你們坦承 我沒有買什麼厲害的牌子 我目前衣服除了真的超級少幾件 是後來買的 其他全部都是在幾件以前買的 那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 我購買的品牌都有包含被我炮轟過的快時尚品牌和網牌 大家可能會覺得 哇那你不是自打嘴巴嗎 你叫大家不要買快時尚 結果你自己還買喔 我覺得我目前的財力能夠做到的是 健康的慾望還有為了需求的購買 我認為光是這點就能夠讓各種品牌市場有所改變 甚至是調整策略 請讓我重複我以前拍過的影片 絕對不是請大家要完全抵制 或是再也不去購買這些快時尚品牌的衣服 你覺得快時尚品牌的價格還有品質 這些都是在你能夠附帶你認同的範圍之內的話 我覺得當然可以買 因為你是為了需要而買 買流行品牌買快時尚並沒有錯 很多在反快時尚的人是在強調說 不要因為慾望而購買 當然呢我很希望未來我要買衣服的時候 都從慢時尚啊環保永續等等的品牌下手 只是目前我的資訊和功課做的還不夠多 所以也很抱歉我在這方面講的都非常保守又含糊 從我開始在拍快時尚影片的時候 我就一直有陸續在看各種比較人道或是永續的品牌 我現在希望可以有不錯的慢時尚品牌可以找我合作 再來是跟畢業季有關的問題 給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一些小建議 對於畢業你可能會很慌張 你可能會很恐懼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其實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們甚至畢業了兩年三年五年都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掌握你自己自主學習的步調 就是在你很慌張之餘你也要懂得提升自己 這就是每一個人的本事 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工作 把一個焦慮的畢業生好 那套一句我媽媽以前在我剛畢業按摩的話 你不可能第一次就進到最好的公司 你沒有多去嘗試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最好 而且沒有最好的工作只有最適合你的工作 那工作一定只會越換越好 所以不要擔心也不要急 想要請問墨洋在畢業前的大四下學期有什麼規劃嗎 因為我怕畢業季才找工作 我會很恐慌 所以我差不多在三月四月就差不多 現在這個時候就開始在找了 那我當時就是把畢業製作就學生的本分做好 然後享受最後當學生的時光 再來是一些輕鬆的問題 墨洋進行極簡生活有遇到什麼別人的批評嗎 Youtube上面的話主要是最容易被網友們評論 你這樣不夠極簡啊 你這樣東西還是很多啊 我覺得我不夠資格講這個主題啊 就此類的這樣 怎麼堅持學習英語 最近有在看我Instagram的人 應該都知道我就是有跟一個外國廠商 打視訊電話的時候很緊張 因為是用全英文對話 我畢業之後其實真的沒有特別在學英文了 其實我英文程度真的蠻普通的 就只是一直有在接觸而已 我在風之谷上面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那跟他們聊天對我來講是一種樂趣 我很喜歡跟一個秘魯跟一個以色列的朋友講幹話 或是就聊天這樣 請問你跟你的男朋友會談及收入的問題嗎 你會建議男朋友賺的比你少嗎 會聊就聊收入啊投資啊未來規劃啊什麼都聊 我覺得只要認真有目標有在做事 對未來是稍微有規劃的 現在還很年輕啊誰賺多或少都沒差 就變數很大 牧羊會騎車嗎 會喔我大學很常騎 但是從兩年前來台北之後就再也沒騎了 捷運太方便了 嗯希望我還會 好的以上就是這次CM&A的內容 希望你們還滿意我幫你們的選題 那還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問 我覺得適合回答的我就會再找機會和你們分享這樣 我的頻道比較多資訊啊建議類的影片 但希望你們也喜歡今天這種聊聊天分享看法的感覺 好那這集就這樣子囉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吧 掰掰 掰掰 自從上次出去玩然後居留症不見的那件事 你到現在還會有 咳咳咳